欢迎收听神中课 经历基督的真实 今天是9月4日 题目是《我们当中最伟大的》 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9章33-35节 他们来到家伯龙 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 你们在路上 议论的是什么 门徒不作声 因为他们在路上 彼此争论谁为大 耶稣做下 叫十二门徒来说 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 他必作众人没后的 做众人的用人 上帝角度的运行方式 完全与世俗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 在商业界 早起的了儿有从事 快 狠准的人才能够夺标 奥运的颁奖台上有三个位置 高度各不相同 分别是有金 银 铜 牌的得主 地球上的游戏规则是 你如果击败了所有的人 就可以享有最高的地位 别人会更加尊敬你 你会变得更有钱 拥有更大的权利 然而上帝的角度 完全颠覆了我们的价值观 使徒们跟着耶稣去各地去传道的时候 想到上帝的角度即将来到了 他们一定很兴奋 就好像大多数的人一样 他们不禁开始猜想 谁能获得最尊荣的位置呢 比起世上其他人 他们十二个自然是高人一等 毕竟他们是尼赛亚本人 阴点的 这样 如果就他们这班人而言 耶稣重回宝座时 哪一个是最大呢 你们刚刚说什么呀 耶稣问他们 啊 他们突然间发现自己刚才讨论的 实在不是耶稣会关心的事 毕竟耶稣是自愿放弃天上的荣耀 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于是他们沉默 没有一个人敢回答 因为说出来实在太刁念了 我告诉你们 耶稣接着说 如果有个人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比别人高 这样 他就要成为地位最低的人 要做所有人的仆人 在基督的角度里 看重的不是个人的成就 不会因为某人表现得被其他人突出 就会给一个荣誉徽章或者金牌 在那里 每个人心里想的不是自己 而是如何让别人那么快乐 天国的运行方式是上帝全心看顾我们 我们一心荣耀他 的确 耶稣在来的时候会赐下奖赏 但标准不是照着每一个人身价正直 或有没有时事登上杂志的封面 而是他愿意放下私心 让自己的生命成为上帝或世人间的媒介 反映出基督的爱 今天的内文就是说到这里 欢迎下次再收听神中课 拜拜 拜拜